大家看到眼前这个由井拿水上来的装置 就是一个叫轮轴的例子 轮和轴是连在一起的组合 轮可以带动轴的转动 或者倒转轴带动轮也可以 而这个轴通常会有一个轴承力固定 固定得力又可以给它转动 简单来说轮和轴是两个相同原心的软 细缘是轴,大缘是轮 生活上应用轮轴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螺丝批 你们可否看得出大缘轮和小缘轴的部分呢 在我们操作的时候 都会用比较大的部分的手柄来转动 这个就是有轮大动轴的功效 而至于这个动作是省力还是不省力 我们会透过杠杆的状态来分析它 而轮轴是否一定是很像这些装置感有两个很明显的原主体呢 还有这些例子的,例如有些旧色的水龙头 但有些例如门柄的形态就不一定是整个轮这样去用 除了这个门柄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大家可以想到呢 没错了,士巴拿 这些工具都是令到我们可以围住一个轴来转的 以上的例子都还是在轮带动轴转动的部分 包括我们开车的车盘 都是由外面轮带动轴的 那有没有其他由轴带动轮的例子呢 当然有啦 这跟他家庭团的功能一样 单车 我们透过脚踏去推动其他两个轮转移动的部分 就是轮带动轮带动轮带动车 当然它会复杂一点 因我们脚踏会多了一种 vom b 令到可以把我們的力集中在這個輪的中心軸的部分轉動 這個健身單車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它的轉動動作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踩單車這個動作 我們利用輪軸的方式去動 究竟是省力還是廢力呢? 現在我們就跟大家分析輪帶軸和軸帶輪的例子 我們模擬這個汽車軚盤 剛才說過汽車軚盤是由輪帶動軸去轉動的 之前教過大家去記大圓就是輪 這個標示紫色的部分就是 而細圓這個是軸後面會用黃色部分展示 現在當我們模擬用軚盤去轉動的時候 紫色的部分就是我們有一個施力的動作 就是有輪帶動軸的轉動 為了方便我們分析 我會把它轉成平面的正面角度去看 軸放在前面,輪放在後面 我們看到雖然大家都是轉一圈 但是輪的轉動距離就會大很多 我們分析一下它的轉動和力的關係 在外面我們是有輪帶動軸去轉 所以施力的地方在外面 而大家都是圍繞著同一個軸心去轉 所以我們就會得出這個圖 很明顯輪半徑是會大過軸半徑的 這一點大家要記住 當我們將這個力的關係圖插出來 變成了槓桿的情況下來運作的話 我們就會得出左邊這個部分 這就是大家熟悉第一類槓桿的例子 支點在中間 而對應之前說的輪帶動軸 很明顯施力臂就是大過抗力臂 這個槓桿原理下就是一個省力的裝置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由軸帶動軸 剛才說過單車這個例子 大家要留意看的就是腳踏部分 透過腳踏的鞠柄 再帶動中間一個最小的軸轉動的地方 我們近距離看看 軸和軸的位置分別在這裡 好了 跟之前的模型來做例子 這次就是由軸帶動輪的轉動 之前有提過 軸的半徑比輪的半徑是小 所以同時轉一圈的情況下 軸的距離會短很多 我們由軸帶動輪的力分析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圖 跟之前的例子其實差不多 但是由於是軸帶動輪 所以施力的位置就會在軸半徑這個位置上拉動 我們有照舊 將它和它移開 變成槓桿的靈體去看 我們就會發覺 今次的情況 施力比就短過抗力比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廢力 但是會比較散時的一個機械裝置 在澳門科學館 亦都有不同的展品和裝置 是利用到軸軸的 大家來到不妨再來去操作一下 感受一下軸帶軸和軸帶輪 哪一個比較省力 在這幾個平時那一會兒 你再加一杯 最重要的活動 最重要的活動 怎麼可以中一個人 一切的它是一個壓力 現在才可以按一下 那麼多的 Young死 有壓力更多的 創致教授 這個東西 你們就記入了